是不是美國他們都吃很鹹喔? 好鹹喔 你們好 我是Ari 我現在帶來是美國的Las Vegas 拉斯維加斯的大飯店 這一趟是我跟我媽還有我弟來美加自由行 然後我弟他訂的是一間五星級的飯店 你們看超浮誇的 就很像一個大弓箭之外啊 裡面的直接是賭場 真的不誇張我們一下飛機啊 機場裡面就一堆吃餃子老虎雞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會到處逛逛 然後吃這邊很有名的Buffet 我們現在已經在裡面了 真的太豪華了吧 弟弟你幹嘛訂那麼好啦 因為我們訂不好媽媽會生氣啊 媽媽 我沒有說喔 我剛在下面看的時候我就跟我弟講說 這個會不會太貴啦 我們有必要住這麼好嗎 然後我弟有本就說 他說他訂一個晚上大概五六千台幣 就是說我們一人兩千 一個晚上聽起來還OK對不對 可是我們剛才到櫃檯的時候 才發現還有很多其他的fee 使用裡面的設施 像是他們的健身中心 還有游泳池 還有其他各式各樣的 所以瞬間從一個晚上兩千 變成一個晚上三千台幣 我的天啊 不過既然都已經來了就好好享受一下 廁所好像也蠻厲害的 帶你們去看一下 乾濕分離 因為我們是這種花灑的蓮蓬頭 這邊還有個全身鏡 這邊的mini bar 所有東西都是要額外付錢的 所以他剛有提醒我們 這邊就可以充電 然後美國的插頭跟我們是一樣的 所以不用擔心 那我們現在就要去吃飯店裡面的buffet 真的餓食了 我們一整天到現在四點都還沒有吃中餐 有好多壽司喔 這邊有沙拉吧 我覺得在美國這些地方 沙拉吧的種類都好特別喔 馬上就看到我弟說的海鮮了 這邊全部都是螃蟹 這邊還有特別的 這個我不知道是什麼 很像蔡國香米 我的盤子已經滿了 第一輪先夾到這邊 我們先回去試吃看看味道 我剛才都在用一些飯什麼之類的 你們就已經牛排螃蟹了 我等一下要去拿 不知道是不合口味還是真的很普通 就是好像每個東西都很普通 整盤吃下來覺得最好吃的是這個檸檬可樂 就是感覺這邊所有東西都是進口的 吃起來就是沒有什麼新鮮的味道 就是放很久冷凍的味道 就海鮮的部分 我們吃完第一輪 我們三個都覺得有點失望 剛剛我媽他們在吃螃蟹的腳椰 只是說好鹹 很像整個是用鹽水下去泡的感覺 我就直接乾脆不拿了 超多蝦 超多蝦 綠豆咖哩 終於看到有好像比較好吃的 這邊有那個血管奶 有義大利麵 你們看我每一個都只敢拿一點點 因為我真的很怕 比較很喜歡 還有小漢堡 Beebs Light 好可愛喔 後面這一區就是麵包 感覺乾乾的 完蛋了完蛋了 先陳馬鈴薯 好酷喔 吃青菜 好酷喔 吃青菜 你現在不是覺得超鹹的嗎 超鹹的嗎 太少吃了 我的第二輪 這盤已經滿了 再來挑戰一次 不騎不帶不受傷害 我弟剛才夾的 火雞肉片還有牛肉 我吃義大利麵種型了吧 好鹹喔 很濃很鹹的起司 我現在很擔心 它這個青菜也很鹹 青菜可以夾 青菜可以喔 那不會太鹹 不然它其他東西好像都用鹽水泡的一樣 我在吃都沒什麼在評論 就一直在說好鹹好鹹 這個就是美式料理的特色嗎 好鹹喔 我來吃看剛才夾的那個雞肉 這是我在裡面鹹食最期待的 好鹹喔 可是好吃 好鹹喔 這太鹹了 哇 哇賽 我們一般在吃這種雞肉的時候 就是 一般的狀況會是外面那一層 是鹹的 肉肉太誇張了 它感覺裡面都是那個鹽筍 然後咬一咬 然後那個汁跑出來都鹹 噢 這個皮是鹹耶 我的媽 來這邊 還是不要太期待所謂的美食好了 不過要美食的話 應該就不會來Las Vegas或是美國 超痛苦喔 媽媽你直接吃甜點好了 鹹到爆 所以先吃一點鹹的 真的不行耶 綜合一下 但這個會甜到爆嗎 很甜 可是我覺得可以 這個東西本來就這麼甜 沒有特別甜 可是其他東西都...天啊 好痛苦喔 一餐還要一千多塊 好懷念台灣的吃到飽 想吃天堂應該比這個好一百倍 所以我要去拿甜點我受不了了 我弟剛才幫我倒杯咖啡過來 就一直笑 我說有什麼好笑的 他就一直說 世界上最難喝的咖啡 哈哈哈哈哈哈 我還沒有喝我不吃到 真的嗎 超酷的 超酷 超酷 而且會賣加牛奶 我覺得加牛奶應該真的有比較好 可是它真的是苦裡回苦 超痛苦喔 吃得很鹹耶 怎麼辦 我不想浪費 可是我真的覺得好難吃喔 好痛苦 我原本剛進來的時候是很期待的臉 我現在已經看破了 這裡就是這樣 現在純粹抱著甜飽肚子的心態過來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甜點區 有紅蘿蔔蛋糕這看起來不錯 巧克力慕斯糖 我拿了一個紅蘿蔔蛋糕 雖然看起來也超甜的 可是我不用選擇了 我超喜歡吃這種的固定蛋糕 現在看到閒時區 只想要趕快跑 吃過喔 我們現在都很痛苦地把它吃完了 我們就在想說 是不是我們踩到雷 不應該來這家吃Buffet 我們就找了拉斯維加斯的美食公路 然後看到有一個 拉斯維加斯必吃自助餐 我們現在都很痛苦地把它吃完了 有一家是在自助餐界 就是所有遊客心目中的Top 1 就是我們這一家 就是我們這一家 如果這一家已經是自助餐界 如果這一家已經是自助餐界Top 1 我真的覺得 大家對這邊的食物不用有太多期待 製作餐直接拒絕往來 我們之後這幾天應該會吃點別的吧 等一下就出去外面晃一晃 拉斯維加斯這邊的旅遊 大部分大家會去大甲谷 明天一早就會去 第二個Casino 主場 根本不用找到處都是主場 第三個就是很有名的秀展 那我們現在要去看的是 拉斯維加斯很有名的魔術秀 它是一個半小時的秀 一個人差不多2100台幣左右 重點是它不只是魔術 它也是裸體 要21歲以上才可以看 這個真的感覺就要來這邊才看得到 絕對不是因為我們很熱 是我自己選的 不然我的是 哈哈哈哈 晚上的拉斯維加斯好漂亮喔 好想變態 趕快開門 其實我原本以為會很大 其實還好耶 這是一個club的感覺 這樣感覺好像要再坐近一點 還看得清楚 我也不曉得我想要看清楚什麼 我們現在看完這個秀 我真的覺得這個秀超乎我的意料 因為它完全是女性的福利耶 我媽看到速度眼睛 閉起來看不下去 因為它就是真的是21鏡 除了重點部位之外 真的全部都看光光 坐前面看得到 上台的也有看到 是的 他們絕對看得到 因為衣服是慢慢脫的嘛 有幾部是真的只用手遮 它就是有點融合魔術 還有男性的業務 還有Comedy 就是脫口秀的那種感覺 所以如果說你的英文好一點 多聽得懂一點的話 很多地方就會覺得很好笑 整個大景點 他們好像不是只有在拉斯維加斯 就是你們在Facebook打 The Natick Magician 就會找得到他們 然後他們好像到處都有在演出 我覺得有點開心 因為for女性向的那個秀 真的不太多 大概裡面80%都是女生吧 你知道我們現在準備搭Uber回去 喔還有Uber pick up zon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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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